10大可以殺死你的可愛動物 我們都喜歡動物 看著牠們我們便由衷的感到驚訝 沒有人能夠對牠們無動於衷的 然而我們卻很難想 某些看似友善的動物 卻可能對我們造成很嚴重的傷害 在這部影片中 亮生活也要告訴你10種可愛但非常危險的動物 不過為了讓你感覺好一點 我們在影片的最後會送大家一個菜單喔 從第10個開始倒數吧 豹斑海豹 這些傢伙看起來很可愛 你肯定不會認為牠們會造成任何傷害 畢竟牠們甚至還會微笑 牠們的嘴會向上翹 這就產生了微笑或漏齒笑的錯覺 豹斑海豹的飲食非常多樣化 牠們吃零蝦不同種類的魚 海洋哺乳動物和黃帝企鵝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是牠們不能吃的 當你想和這個可愛的小傢伙一起游泳的時候請切記 不久前一位生物學家被一隻豹斑海豹拖到水下61米 並因此死去 該動物的意圖不明 也無法對這隻豹斑海豹提出指控 九熊貓 誰不覺得熊貓可愛呢?肯定沒有這種人啦 如果我們錯了請留言告訴我們 熊貓看起來無辜又無主 牠們簡直是和平善良的象徵 牠們的黑眼睛絕對會讓你想要抱抱牠們的 然而最好不要去惹熊貓 如果你不小心越過了牠的領地 或者讓牠感覺到危險 熊貓肯定會嚴重的傷害你 雖然牠們看起來很可愛 但是牠們可是非常強壯的 牠們的下顎很有力 牙齒咬勁狠狠 牠們可以一直追你追很久 肯定能夠追到你跑不動 牠們也是攀爬和游泳高手 所以幾乎無法逃脫牠們的魔掌 不管熊貓看起來多麼可愛 熊貓終究是種熊嗎? 大家知道該怎麼樣面對熊嗎? 沒錯,離牠們遠遠的 8.天鵝 天鵝常被拿來做浪漫的象徵 我們把牠們和珍愛連結在一起 因為牠們純潔優雅 而說到愛,我們一定會想到什麼呢? 痛啊! 這種生物一旦感覺到有威脅 便會不客氣地傷害你 甚至有個案例是 一個人因為天鵝襲擊而淹死 這隻鳥撞翻了牠的船 當牠試圖游到岸邊的時候 天鵝擋住了牠 所以千萬別試圖用無謂的東西來餵天鵝 或者讓牠們以為你對牠們的窩感興趣 記住牠們盯著呢 7.食蟻獸 不,牠不是吞了你神神的怪物 你認真想了一會兒,是不是啊? 食蟻獸看起來相當邋遢,非常無害 因為嘿,牠們連牙齒都沒有啊 牠們主要以昆蟲、柑橘和酪梨為食 哇,食蟻獸酪梨沙拉醬 這樣的動物怎麼可能會傷害人類呢? 不過,請注意牠的爪子 牠們主要會用爪子來挖掘食物 當然牠們也會毫不猶豫地用爪子來保護自己 輕輕一抓,就能夠造成驚人的傷害 食蟻獸的視力很差 所以如果你嚇到牠們 牠們就會用這隱藏的小刀去砍你 2014年,曾有兩名獵人被一隻自衛的食蟻獸給殺死了呢 6.帶歡 這種動物陰謀不我們最喜歡的卡通而出名 看看牠,看起來如此滑稽、如此卡通化 所以你肯定萬萬沒有想到牠居然很危險 然而牠之所以又名為塔斯曼尼亞惡魔是有原因的 這種動物專吃小獵物 像是蛇、鳥、魚和昆蟲 牠們的尾巴可以儲存脂肪 已被飢餓之虛,牠們的牙齒很強硬 甚至可以吃下骨頭 是的牠確實看起來有點像雁鼠 但牠危險得多 帶歡食夜行動物 也就是說牠們只會在夜間捕食 牠們有完美的嗅覺和非常好的協調能力 所以很難發現牠們 5.大象 儘管大象是最大最強壯的動物之一 但出於某種原因 我們總認為牠們是善良無害的動物 而且說實在話的 我們對待牠們的方式還很糟糕 所以也許這是為什麼近年來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死於大象襲擊 這看起來像是有計劃的報復 別忘了牠們記憶非常好 大象每年大約得對500人的死亡負責 下次你想騎大象的時候 別忘了大象有多聰明喔 也別忘了給點小費啊 4.河豚 這種漂亮的魚 在自己死後會變成無敵致命的魚 你可能聽說過知名的日本料理河豚 如果廚師在切除肝臟的過程中 犯了哪怕是最輕微的小錯 這盤河豚就會有可能會是你的最後一餐 這是因為河豚的肝臟中 含有一種比輕胯甲強1000倍的神經毒素 所以如果你想嘗嘗這道料理 而且不希望它是你的最後的晚餐 最好找家非常可靠的餐廳喔 3.見毒蛙 對於青蛙來說 牠們看起來實在是驚人的美麗和迷人 但這種情況下外表可是靠不住的喔 見毒蛙有幾種類型 其毒性程度各不相同 牠們可能是黃色、銅綠色、紅色、藍色和黑色 但最危險的是金色的 如果不小心接觸到牠的話 牠可以輕易殺死10個成年人 所以請記住這條規則 在野外最鮮豔的顏色 往往是最危險的 2.海豚 這個消息可能會讓你漸進不移 但我們得面對現實 那些你認為非常可愛的動物 那些和你一起在游泳池裡游泳時 看起來很愉快的動物 那些會做你在電視上看到的所有酷炫把戲的動物 可能是殘忍的殺人犯喔 和我們人類一樣 寬文海豚是我們所知道的唯一沒有自然原因變會殺人的物種 海豚的智商確實很高 但不幸的是這有時候會造成傷害 牠們並不會常常有殺人舉動 但我們建議 在接近海豚之前最好三思的後行 尤其是在野生海洋的時候 與我們之前提到的動物不同的是 牠們可能會毫無理由地變攻擊你 或者牠們可能只是想看看 你跳出泳池鋪上一條死魚的畫面而已 1.懶猴 喔 看看這雙眼睛是不是無敵可愛呢 如果你想要擁抱這些夜行性靈掌類動物 你得前往印尼一帶的國家才行 然而在你買票之前 有些事情最好瞭解一下 懶猴是世界上唯一有毒的靈掌類動物喔 如果這個小可愛咬了你一口 你可得明白 這絕對不是意外 有趣的是 牠的情況不像蛇 舉例而言懶猴的毒在於肘部 所以若要在咬的時候釋放毒液 牠們得先從肘部吸取一些毒素才行 如果你被咬了 你可能會有過敏性休克 和其他非常危險的健康狀況 科學家們說 懶猴類似眼鏡蛇 聽起來真可怕 你們這些小動物 現在是之前答應過大家的彩蛋囉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某種可愛的動物 但牠們其實非常危險 你可以買牠們的玩具版本啊 這些可愛的東西 絕對能夠讓你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我們何不買個懶猴玩具呢 你還知道哪些可愛卻危險的動物嗎 不是吧台那邊的男人啦 留言告訴我們 和朋友分享影片 讓牠們也能夠遠離危險 別忘了按訂閱 和我們一起觀想量生活吧